蔡總統甚至還在裡頭致詞 但嫌犯似乎有備而來 闖入後雖然遭到制止 但他卻直衝憲兵砍傷 至於被攻擊的 看見血氣斑斑 原來就在剛才 他竟然是武士刀攻擊憲兵 竟然遭到攻擊 嫌犯犯案後當場被逮 警方一邊抓手一邊抓腳 好幾個人將嫌犯扭送法辦 甚至嫌犯的額頭上 還能看見多出瘀傷 幾乎淒厲用盡被抓上車 因為多處受傷 救護人員也前往治療 經過了解後 先犯疑似正常識點 還特別去豬石館 脖子肩膀都出現十公分的刀傷 目前送往醫院急救 沒有生命危險 再次回到英俊 都在暫時 既然是女性的 立即 逅 既然是 歐洲 人 歐洲 如果你不支持女性的 政策 正在 教育